可能是在某一点上 我觉得自己是命运下 如果我生日的时候 我都不要买房子 我死了为什么要买 买一个目的呢 其实我到70 我还是觉得自己是黄金神 过了今天 你就回不来 每一个当下都是黄金神 我是不是很懂得爱情的人 我是把什么都当做一个功课去做 这就是我的一个功课 就结婚生辞 我的错误就犯在这里 因为没有人把结婚生辞 当成一个功课 我可能是一个非常好强的人 做明星我要做最好的 当然我要做儿媳妇的话 我也希望是做最好的 所以我才很努力地生产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 应付的责任 借自己的肚子 去给夫家生孩子 我想我这套理论都很怪 我自己想想我都是很怪 当时您去生产 生产四次 然后流产四次 其实您在医院一段时间 丈夫有去陪过您吗 这还是没有几天的时间 我差不多第二天就爬下来了 第三天就可以回家了 我都不觉得有生孩子需要去陪 我不是那么娇嫩的人 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叫 我从来没有叫过 痛的话我不会去叫 我记得我生原子汇的时候 当时就跟我说 你叫啊 叫我为什么不叫 我说不好意思叫 可能是在某一点上 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侠了 生孩子这么点小吃还叫什么 是知道您已经填好了 这个议题的捐赠卡 这是很偶然的机会 我的一个好朋友叫尹怀文 他是专栏作家来 他是单身嘛 他就说 他去捐赠了这个东西 他跟我讲了以后 我觉得这非常好 如果我生日的时候 我都不要买房子 我死了为什么要买 买一个墓地呢 是不是 我还是很感谢周星词 所有的人到现在 都还认识我是花夫人 我很幸运碰到周星词 他让我开阔了我的戏路 我们韩笑半部电视有蜂蜜 穿背 结梗 加上天山雪莲配置而成 除了毒性猛烈之外 味道还很好吃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 一天之内会武功权势 最后会血管爆炼而死 实在是居家旅行 杀人灭口 必备良药 其实唐普典秋香 对我最大的一个 是让我放下了身段 让我明白什么叫放下